都是我Farmer 这期给大家做个从头到脚的618快速简单参考 内容多,时间紧,闲话少叙,直接进入正题 从头顶开始,夏季常被压什么 推荐我手上的黑转723020运动员开发版 众所周知,黑转是整个银河系甚至全宇宙里最顶级的10个户外品牌之一 售价还算平易惊人 带DWR涂层,弹力抗摩擦,两侧网面透气吸湿排断素杆 冒生轻肉物,软肉无骨 哦不,他本来就没有骨 试问哪个男生不喜欢人群人声可大可小的东西,尤其是帽子呢 你可以把它捏成一团直接晒裤兜里,也可以挂到背包上 并且由于是短年帽,不会大幅改变视觉比例 因此更加不挑头型 余副帽也是同理 我对初次尝试或者支撑戴帽子不好看的人群统一推荐短年帽 那镜头往下道理 终于在一群四眼朋友孜孜不倦的追问 于我切而不舍的探寻之下 找到了一款戴眼镜不奇物的N95口罩 来自欧克尼的运动面罩MSK3 滤星是为骑行跑步这类剧烈运动设计 所以兼顾了N95保护和透气的需求 能酷的造型配上网面结构设计 使它不加滤星的时候 完全可以作为下场或者是coast道具 鼻脸部位由于两侧是固定疏风所以不会漏气 但缺点是对鼻子小的朋友不够友好 且造型虽然稀利,但有点用力过猛 甚至偏向了furry风格 侧面看嘴部高高突出 正面也不具备瑞伯那样瘦年美颜的效果 推荐戴口罩时需要兼顾运动和佩戴眼镜的人士选择 另外夏天不带阿拉伯头巾出门 又不想胃老鲜摔满点皱纹的同学 推荐你们试试防晒棒 相比常规的防晒霜不脏衣服不脏手 不装方便出汗还不容易掉漆 不管什么品牌用过你会回来感谢我的 我手上这款是海淘臭单买的 质感像面霜,轻度闷 但在我的可接受范围内 香味挺高级 身边居然还有好几个跑来问我香水货耗的人 再往下我的项链和配饰来自美式摇滚品牌Rockride 之前在成都的IFS逛到过他们的实体店 我挑了这只叫刻骨铭心的吊坠 做旧的银色脊骨像是荆棘缠绕一般 将中间的红宝石围成一圈 象征外界主力包围之下勇敢的心 造型和寓意我都很喜欢 连续了给他们做视频推荐之后 又收到了其他几件配饰 这只转运骷髅截子好看且好玩 因为骷髅部分是可以转动的 12个骷髅象征人生百态的轮换 每天戴上习惯性的转一下 跟玩左轮似的 转到黄色这头 就当是今日有意外之喜的暗示吧 另外一颗黑钥匙十字花戒子 调性是精致复古且泪脸的 而且据说黑钥匙是能够吸收负能量 非常适合我这种 喜欢炫耀正能量的良心up主对吧 它造型夸张的转运骷髅戴在一起 相互衬托也很般配 整体来说他们家的手势都是偏向摇滚 能够找到各种致敬海盗朋克宗教机车的元素 它常见的日系民族风格还是有很大区别 喜欢个性狂野的手工形式 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品牌哦 那再往下呢 说说最近穿的衣服 首先是实体店入手的一件太平鸟防晒衣 见过的人都说好看 设计走的是北面冲锋衣风格 正面色块拼接处理的很好 不过实体店的导购跟我说 这件衣服材子里加了清凉的薄荷 拿回来研究的洗标吊牌好像没有这回事 不知道有没有上当 其他的话机能品牌里面老鱼的年货T恤上心了 作为我在机圈里最好的朋友之一 夏天穿大的T恤已经成了习惯 今年他们家马术整体缩小了一档 过去穿S如今升级成了M 很好的照顾了我的自信 另外补充一句 这件CTTC的胸甲今年回归了 作为夏季大片的营造层次感又之肉的百搭神器 去年顿货货一直有人问 现在我把它放在了机能掌握部首页的显眼位置 点进去就能看到 而RL今年夏天还是那么的RL 枪刀包格纹方块撞色 同样的风格也出现在他们的背心上 华服格子加黑灰撞色拼接 用简洁的手段打破单调 且领口偏小 比起别家坦胸露乳的背心 也会更加适合作为打底一些 下一个呢 说说背包 单肩包 我日常用超频漫游的镜像 大半年里承包了我的多数通勤 体积不大容量不小 从装衣服毛巾之类软东西的折叠外仓 到装余神补光帮三脚架MC16等硬东西都很好用的中仓 以及造型方正分区合理的主仓 你三层外三层的风格 对于摄影党来说出门少个街都能把装备带全了 日常通勤更是不在话下 而且那外观它也是我心中国际圈里两年来造型最好的原创单肩包 相信除了我以外 盗版品牌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有人在外观上1比1复刻了这个包 把韩王气得花容失色 不过区别于正版使用的德国XPEG 盗版的产地就不知道是不是来自福岛 有个浓浓的被河废水浸泡过的既视感 所以这里请尊重版权和密集恐惧人患者谨慎购买 而双肩包呢 我用的最多还是神秘农场 像我这样毫无战术需求的人用他家双肩包 就是为了短途出行可见塞东西的 这个情况下得夸一句 神龙的背负实在是太舒服了 做工用料分区都没啥可挑剔的地方 我很喜欢新款的Rip Rock 老军包的复古造型加现代化的配置 顶盖又是我最终意的拉开快乐 底部还加了磁客属于快乐升级 下面两个小富豹也同样用到了磁客分离 开盒的应用性都有提升 一眼选中这个包就是看中了他的分区 小富豹放树配 桶仓里放衣服和相机 后面主仓里还藏着五层风格 笔记本和PID的夹成 用厚厚的泡沫垫做成了三明治保护 其他几层放下更多衣服日用品和杂物都没问题 整个包体伸缩自如 且无论膨胀还是收缩时 外观看起来都比较和谐 同时也是大地色系背包里面 目前最讨我喜欢的造型之一 OK再往下就到裤子了 第一条还是我最近喜欢的大地色 来自DIS Solo的超神九分裤 关注我店铺的小伙伴也许留意到 我最近把他们引进技能杂物铺了 就是在买了这条裤子之后 首先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夏天热的 只想穿内裤出门 以及夏天再热以硬要穿长裤出门 这两种需求相反的人 因为这条长裤厚度真的约等于一条内裤 薄的像裸奔一样 另外结构上也有亮点 正面口袋可以用作抽纸仓 背后的双向抽绳设计 往前推可以变竖脚裤 往后推可以变七八九分裤 步前部裤可以当阔腿裤 版型设计用料都很和谐 他们家裤子基本都有这个特性 比较遗憾的是出镜的这条数量不多了 老板好像还在犹豫是否补货 如果观众里也有人喜欢的话 我再去问问他 另外一条薄的像裸奔的裤子呢 推荐理由也是同上 来自TGP的数家九分裤 在我成为UP之前就买了 曾经在各种地方一闪而过的出现了好几次 每次都有人问 所以干脆也把它放到我的机能砸卧部首页去了 裤子的特点就是口袋多 刚拿到的时候线头也多 不过手动清理一下就行 除此以外其他方面都很好 轻薄耐穿百搭 穿了几年感受始终良好 另外两个机圈老朋友的东西 一个是NOS今年夏天的八分裤 虽然没有这一机标配的家族市营拉链 但弯刀拉链的功能性结构依然存在 且收脚口的八分灯笼裤造型 搭配现代运动复古的衣服 尤其是刀袍之类都是很好的衬托 最后一个是秋刀鱼还没晾产的八分裤子 之前老鱼在朋友圈里说 只做几条自己穿着玩 被一堆人给劝了下来 后续大概率也会做个几十条 设计依旧沿用了老鱼这几年来 最爱的银拉链和大口袋 这次又增加了正反磁扣元素 但侧兜更具个性开合的用性也提升了不少 另外这个包包造型一看就很夏天 小的刚好能放进去一块雪糕 大的刚好放一块中雪糕 总之有喜欢的同学可以关注一下它的生产进度 最后说下本来这区没有打算推荐的鞋子 可是我又看到这双皮克70S居然没有人推荐 觉得还是不太应该 外星用了上个世纪70年代的跑鞋风 复古情况下融入了很纯正的日系造型元素 把那个70小标志换成谭月号的闪电盖章 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整体设计质感低调又耐看 高级感的营造在目前的国产鞋圈子里还是很优秀的 搭配长裤短裤运动复古工装黑白技能性冷淡极简等等 随便哪个风格都很自然 而且价格也才309 无论黑色还是灰色这双 我觉得都是可以闭眼推荐入手的 好了一颗机唠唠唠唠唠太久了 这里不啰嗦了 可大家要个点赞关注不过分吧 我去休息一会儿晚上等着继续剁手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哦 拜拜